而且绿牛现在去华之都 陆飞在基德在罗也在索隆也在 四个海上皇帝级别的这个人物 因为索隆的战力尤其是伤害力 是值得进入陆飞基德罗的这个 在未来海上皇帝 或者是已经成为新海上皇帝的 这一系列人物之中的 索隆的战力是值得进入这一档的 四个这么强的一个海贼 绿牛你即便一个人 把劲跟奎林都给干了 把整个图案监狱都给掀了 但是面对四个最强的罪恶世代 除了黑胡子之外 里面还有吉拉五个 还有山智 山智再穿上个战斗服 对还有个大河呀 跟凯多单贴了好几话的人物 绿牛去不是找死吗 对不对 他怎么打 他再是海军大将 现在花珠多的战力都是极其可怕的 所以说绿牛现在就是说着最嚣张的话 要娶陆飞的人头 说着陆飞这一伙都是该死的这个小子 如果这样他自己说的 要取下陆飞人头 要把和之国的这群罪恶世的海贼 都要抓住 那绿牛基本上就是去送人头了 因为花之都现在的战力太可怕了 有可能是这个世界上 目前来说 新成长出来的最强的一批海贼 全都集中在花之都 所以绿牛还是不要去送人头了 我觉得 但是他肯定会去 场面战力形势对他非常不利 即便他是刚露出真容 刚有强势表现的海贼大将绿牛 我也建议他即便去了花之都 也不要太那么嚣张 因为那里的战力太可怕了 出唇的事 要没有将军 试炫 阳 明镬 明镬 明镬